篮球运动起源于美国 最初是将竹篮固定在离地高约3米04的墙上 然后18名球员分成两组 投球入篮得一分 按得分多少决定胜负 这就是最初的篮球比赛 因为比赛只有篮和球 所以就称为篮球 当篮球从简易的果篮 也变成正规的球场 球框 球网和篮球架之后 如果只是把球轻松地放进篮框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于是总会有一些人与众不同 不喜欢墨守成规 他们喜欢向那些死板教条发起挑战 然而扣篮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1926年哈林篮球队成立 甚至要比NBA还要早20年 他们至今巡回了124个国家 进行了26000多场表演赛 为无数的国家与球迷带来了欢乐 他们用别具一格的比赛动作 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野花缭乱的控球之后 用一传一扣篮结束表演 其中就有空中接力 他们的扣篮表演也激发了 人们对篮球的兴趣 哈林篮球队成立初期 主要是在美国国内比赛和表演 他们将出神入化的球技 和幽默滑稽的表演结合到一起 把体育和艺术融为一体 1936年柏林奥运会 篮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在美国队的比赛开始前的热身环节 几位高个子球员开始自娱自乐 用在哈林篮球队那里学来的扣篮进行热身 单手扣 双手扣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喜悦当中 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这样的进球方式 被后来的我们叫做扣篮 但到了正式比赛中却恰恰相反 几乎不会有人扣篮 因为在那时扣篮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 并藐视嘲讽对手的行为 虽然没有禁止 但谁都不想触碰这个红线 据维基百科记载 第一位在正式比赛中完成扣篮的球员 名叫鲍勃·克兰特 克兰特身高达到2米1时 并且拥有出色的身体素质 在1945和1946两年间 克兰特就度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担任主力中锋 他在NCAA的主要得分方式就是扣篮 并且还经常上演那时候并不常见的反手扣篮 克兰特的球风颇受球迷的瞩目 不顾众人的反对在比赛中扣篮 当时多数人认为 他的这种表现是无法让人理解的 只有一小部分人觉得他的表演给比赛注入了活力 使篮球比赛具有观赏性 他也曾随美国队获得过奥运会男子篮球比赛金牌 在NBA刚刚成立的1946年 当时的人们认为 篮球应该讲究战术与配合 而对扣篮这种没有技术含量 简单粗暴的动作是非常反感的 如果在比赛中扣篮 就好像在看一场畸形秀 还认为这会影响到篮球的发展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 职业球员都对扣篮推比三射 就连NBA最初的统治级中锋 乔治麦肯 职业生涯中所有得分 没有一次是依靠扣篮来完成的 不是他不想扣 实际上当时很多球员都会扣篮 但由于那样的大环境 没有人会那样做 在麦肯退役后 迎来张伯伦的时代 他身高2米16 要知道当时2米以上的高个 都是非常稀缺的 张伯伦无疑在当时 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联盟为了限制他 专门修改规则 将限制乔治麦肯的三秒区范围 再次扩大 还出台了更多的规则 其中包括进攻干扰球 传球超过篮板上年 即判为出界 罚球时不准从罚球线起跳扣篮 此类 等等 罚球时起跳扣篮 你没听错 听上去似乎言过其实 但却有其事 洛杉矶时报曾有一篇报道 这样写道 因为张伯伦罚球很差 为了提高命中率 他会直接从罚球线起跳扣篮 于是这项为了限制他的规则 应运而生 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的NCAA赛场 那些激奥不逊的年轻人 从来不会顾及扣篮 会给对手带来什么影响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球员阿兴多尔 在比赛中的每一次进攻 都将球狠狠地砸进篮筐 他才不管是否会伤及对手的面子 因为他觉得这样就能得分 对方无法封盖 就可以为球队带来胜利 这样就足够了 1967年的夏天 美国大学生和中学生体育协会 出台了扣篮禁令 这对于阿兴多尔的对手们 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也许这样他们在篮下 就不再惧怕阿兴多尔 但是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庆祝 就再一次感到一种失落无助 在这种规则的驱使下 阿兴多尔练就了无可匹敌的勾手 他将篮下勾手投篮 练得出神入化 而对手只能再一次望球心态 阿兴多尔进入NBA后 成为伊斯兰教的教徒 改名为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 也就是之后我们常说的 天勾贾巴尔 由于没有扣篮 降低了球迷对NCAA比赛的热情 扣篮禁令也在一年之后 成了一张废纸 虽然NBA当时也有扣篮禁令 但是NBA联盟的竞争对手 ABA联盟却提倡扣篮 最大程度释放球员的激情和天赋 让人们终于认识到了扣篮的魅力 在众多人士的努力下 美国体育管理组织 终于废除了任何有关扣篮的禁令 1976年 ABA第一次举办了扣篮大赛 扣篮成了重头戏 没错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篮大赛 参赛球员包括扣将拉里肯农 冰人乔治格文 阿迪斯基尔默 大卫汤布森 J博士欧文 欧文最后一个出场 在他之前 阿迪斯基尔默的右侧底线战斧爆扣 和大卫汤布森的左侧底线 360度转身扣都非常漂亮 汤布森以为赢定了 欧文出场 这一球可以说是篮球史上的转折点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从罚球线起跳的扣篮 欧文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终的扣篮冠军 ABA被NBA吞并之后 以朱利耶斯·欧文为首的扣篮高手们 把扣篮这一风气带到了NBA 篮球运动员的身材越来越高 这位扣篮的普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不久扣篮开始在NBA全面铺开 球迷们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不再认为这是藐视对手的行为 而是带来激情和奔放的表演 如果比赛中没有扣篮上演 那球迷可能不会买账 欧文赢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篮大赛的冠军 这表面上只是一次荣誉 但对于当时的小球迷来说 欧文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 在许许多多有着篮球梦的少年心中 埋下渴望的种子 其中包括当时只有13岁的迈克尔·小丹 1987年扣篮大赛上 出入联盟的迈克尔·乔丹 就用罚球线起跳的扣篮动作 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乔丹从罚球线起跳的那一刻 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从此在球迷的心中 便再也不曾降落